这个漂亮的小姐姐 不是大户家的富家闺秀 而是即将被卖出的穷家女云江 轰隆隆一阵马车经过 下来了一个衣着体面的人 她就是黄阿玛 不对是吕不韦 她也想来邯郸城拍卖大会耍耍 吕不韦何等身份 上来就要高等套房 可门口的小司对她说 即使她腰缠万贯 也只能站在大池里 我要最上面那个包厢 请问公子在何处得意啊 连我吕不韦都不认识啊 全邯郸城的玄色暗花之锦 全是从我手上出的货 原来是个商人 商人请下大池 先交是个刀壁 而一名将军无需银两 就能让小司毕恭毕敬 这是因为在我国古代 市农工商的社会结构 是非常严苛的 商人是一直被贬低的阶层 部分朝代甚至不许 商人穿着紧锣绸缎 这也是吕不韦野心膨胀的来源 进入会场后 这位正在溜人的将军 名叫公孙前 而被溜的那个人 正是被当作人质的 秦国王孙莹一人 也就是后来的秦庄相亡 可能是拍卖大会太热闹 抢走了妓院的生意 劳宝也带着他的四朵金花 来露露脸 而这名美艳娇羞 风情万种的美人下脸 正是后来的秦国王后赵姬 吕不韦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 自此便记住了他的容颜 拍卖开始经过一轮喊价 吕不韦以一百钱的价格 买下了云江 这可气坏了 想把云江收入妓院的保姆 他带着四个女儿转头就走 而大戏还在后面 他到现场一宝眼福 而通过下人与赵胜之间的谈话 不难看出秦赵两国正在打仗 此时卖家用诡异惊悚的故事 将大家哄得嘖嘖称奇 其用意在于抬高浩兰宝珠的价格 众人出价之际 吕不韦大手摊开 直接叫出五百斤的高价 这门槛直接下退了现场大多数人 而竞争者也只剩下了平原军赵胜 经过双方激烈出价 吕不韦最终以一千斤的高价拍下了浩兰 他真的很在乎这颗珠子吗 并不是 商人想要做大 就必须扬明天下 今日的天价竞拍 就是一个扬明立万的机会 就比如一个不知名的企业家 重金拍下了著名的巴菲特午餐 便立刻能在世界上掀起一丝波兰 吕不韦终于将宝珠带回了家 他支开刚刚买回的云浆 吐露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这颗宝珠根本不是浩兰 只是一颗普通的夜明珠 而卖家也是吕不韦的清醒 宝珠拍卖就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拍卖结束后 吕不韦来到了妓院去找夏莲姑娘 但老宝怨气未消 对他步步刁难 各种费用收了一堆 吕不韦才能在老宝的监视下 与夏莲姑娘谈话 在房间里 吕不韦提出想要帮夏莲赎身 夏莲也欣赏他的气质便点头音乐 眼看镇院之宝被人家三言两语骗走 保姆不干了 将吕不韦一顿毒打赶出了妓院 明满邯郸的他 也被平原君赵胜盯上 也结识不少赵胜的门客 其中就有未来的政敌烙矮 烙矮本人泼皮无赖 腹中没有半点墨水 但因练就一身房中绝技 让全城的女孩文之色变 也算是男人中的能人 但如果你要问我 这种人为什么能当平原君赵胜的门客 可能是他的小伎俩成功勾引了平原君 秦赵两国战事不断 偏弱的赵国需要商人募捐以资军费 天价买下宝珠的吕不韦自然成了 赵国政界的座上宾 而吕不韦也非常鸡贼 记仇的他引导赵胜 将征税的指标摊派给了妓院 在下所指加大赴税的范围 仅限于博彩酒楼 昌辽济馆之类场所 嗯 你接着讲 这类场所 中年残员不断谋取暴力 如今国家有难 他们理当加倍赴税 昨晚还气势恢弘的妓院 立马被抢了的底朝天 为了凑税保密 保姆同意让夏莲赎身 终于把夏莲接回家的吕不韦如获至宝 当即为他改名赵姬 二人干柴烈火如胶似漆 整整在房里玩耍了七天七夜 二人回到魏国 吕不韦被父亲一顿数落 本就是低位卑微的商人 现在又取了一个卑微的异己 老吕家的卑微buff算是叠满了 勒令他死了取赵姬的心 吕不韦灰溜溜的回到邯郸 路上却碰到了公孙前的车 争执之中 吕不韦得知了车上坐的是秦国王孙 而如今天下大事进展于秦 如果能和王孙搞好关系 待到秦国统一天下 之后的生意就更好做了 一想到这里 吕不韦灵光一闪 他先去将军府上登门拜访 打通与王孙接触的最后一名 撞了将军的马车 就是耽误了将军的公务 礼当赔罪 这点钱不成敬意 就当给将军押金 你这是干什么 不必如此吧 能不能和在下交个朋友 交个朋友 那就交个朋友 再去找赵盛 探查赵国政府对这个人质的态度 这个人质叫 叫营义人 他是我们最后一颗棋子 不到最后关头 我想赵王不会杀的 再用好酒好菜招待王孙 给王孙留下良好的基本面后 吕不韦帅管家司空马 奔赴秦国 他想要看看这个数百年来 被中原诸国鄙视的蛮荒之地 是否真的具备并吞六国的能力 他路过一个村庄 里面操作方言的农户家里竟十分富足 而且秦国全民皆兵 家家户户都存有兵器 闲时生产战时上阵 吕不韦被秦国的强大所震惊 他暗下决心 要把自己的事业与秦国紧密相连 回到邯丹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王孙 王孙被困赵国昭不保夕 而受尽恩宠的秦太子妃 华阳夫人却嬉笑五子 老太子五十有二 一旦即位不久撒手西去 华阳夫人定遭新王清算 如若能让营义人认华阳为母 华阳用尽全力扶义人上位 营义人眼下的困境就能化解 华阳下半身的富贵就能保住 未等听完 义人已是泪流满面激动万分 这天 吕不韦在家中摆下宴席 宴请公孙前与王孙 命赵击其五住心 而王孙这个老色批 在公众场合直接说出粗鄙之语 让四百年后的曹丞相大呼内行 吕不韦大怒 退下五月拂袖而去 义人心里知道 吕不韦心智高远 他给自己谋划的那一套方案 就说明他绝不想 仅限于一个商人身份 赵击定是自己的囊中之物 于是义人便绝世抗议 作为赵国的最终底牌 赵国不敢让他死 吕不韦更不想让他死 在汇报最近生意的账目时 吕夫告诫小吕 人要有大格局 不能干大事而牺牲 见小利而妄矣 色利那人好谋无断 表面上要成就一番大事业 内心里却斤斤计较难下决心 否则的话 四百年后的原本初 也会大呼内行 而吕不韦又将如何决断呢 且听我们下回分解